现在是5月下旬 这里是哈密尔顿安省南部 今天来看看一个专业花店里的小花 室内花 真漂亮 这个叫什么 它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叫 有一个贴切的名字叫狐狸尾巴 40块钱 有意思吧 走到这个花店 一下子被这个花香啊 吸引了 认识吧 茉莉花 中国 好一朵茉莉花 都开花很多啊 很多花苞 一家轮的 这里都有很多千叉的 一家轮的20块钱 一闻到这个香味 就让我想起茉莉花茶 哇 真漂亮 Caledum 多少钱 25块钱 还是Proven Winner出品 确实不一般 特别是这种啊 你看那叶子是斑斑点点 就像 让我想起什么 谋杀案的现场 这种小花也是适合在阳台 阳台啊 就是没有直接日照的地方 它怕爆晒啊 只要是明亮的地方 只要是明亮的地方 欣赏一下天没问题 当然这也是多年生植物 可以室内过冬 各种仙人球 这大的十三 小的十块钱 这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当然除了提栏以外 便于处理它 还有名字 还有它的原产地和生长习性 有些能开出大花来 喜欢仙人球的朋友 要挑一挑 你看看 含苞待放 开的花挺惊艳的 这是它结的果吧 多有意思 这里只有一颗可怜的沙漠玫瑰 五十 这里面还有更多品种的花叶鱼 芋头啊 它底下是一个大疙瘩 可以拿出来储存 冬天你要是懒得不想处理它的话 就想夏天看 省事啊 在院子里省事 你就把它大疙瘩拿出来储存 到这家花店 每次都会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的走到它打折区 这边都是处理 降价处理的植物 打折多少呢 这个是省五块钱 五千奥法 不是五块钱一盆 开始我还看 看错了 原价多少 三十 看看这个大的 巨大的叶子 有点像那个elephant year吧 现价七十 原价一百 这个应该也是给发烧人 发烧友 准备提供的 结果发烧的人定不多 因为什么呀 因为很多人都打了疫苗了 我的天哪 这什么呀 火龙果吧 含苞待放 这是非卖品 这边还有很多原价的allocasia 不同的品种 对于喜欢的人 喜欢收集的人 价格都不是问题 为什么 喜欢收集的人 很多还在海淘呢 到网上买 从亚洲进口 那路费呀 进来的状态呀 风险啊 各个方面 在这买还是便宜很多 能拿钱买到的东西 都不贵 好了 这个小花店就看这么多 最迷人 最迷惑我的 还是这个 太香了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